大家好,我是Mira 今天又來到心事台的時間 今天我旁邊的依然有Gina Hi 今集說什麼呢? 就是乘折上一集 上一集就是說我絕對不會跟哪些人做朋友 所以今集就會說 我的朋友們 我是怎樣會跟他們做朋友 認識我的人 就覺得我身邊很多朋友 我一直都不太同意 但直至剛才做這個主題之前 我再細心地想一想 其實我覺得是定義上的問題 因為每個人定義不同 答案都會不一樣 我本身是覺得自己朋友少 是因為我把朋友 全部都放在真心朋友上 而我的真心朋友 真的不算多 就是幾個這樣 我覺得可以簡單大概分為三類 就是真心朋友 平時會約出來吃飯的朋友 HIGHBINE 酒肉朋友 而我HIGHBINE 酒肉朋友和可以吃飯的朋友 都幾多 如果把他們三個人交換一齊 其實我朋友是多的 譬如HIGHBINE的朋友才算 你跟他說完 我們是要吃飯 你可能又沒有這個心去約他 你為什麼會把那個人 放在HIGHBINE的角色裡面 是一個好問題 第一個情況就是 以前常常在街上遇到朋友 所謂遇到朋友 其實那個人可能只是 你見過幾次 又沒有好到你想約他吃飯 然後那些情況就會是HIGHBINE 如果會喝酒 他信不信HIGHBINE 所以我剛才把HIGHBINE和酒肉分了兩類 HIGHBINE我比較少 如果你HIGHBINE就不是FRIEND 只是認識的人 很複雜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又會有很多 你活了二十多年 你認識的人一定很多 不是故意和他們做HIGHBINE的 只是 緣分未到 而酒肉朋友的話 我覺得 可能也是剛好 沒有一個機會 跟他們可以韜心韜肺地說一些話 或者是韜心韜肺說了之後 其實他根本不記得 但是只不過你們共同的興趣是喝酒 然後你們身邊有一堆朋友 又可以製造這些喝酒的環境出來 我們會有那些場合的見面 你的普通朋友裡面 都可能是 偶爾出來吃飯 那會不會是你的工作夥伴 可能會一起拍片的人 都有的 其實我覺得普通會吃飯的朋友 可以再細分為兩類 就是我用知道我的東西的%來分 好像比較好 大概50、60、70 我當的 你普通會吃飯的朋友 可能是 你跟他見過幾次面 吃過幾次飯 都覺得這個人 你OK 但是 單憑那幾次見面的時候 你還未可以很了解到這個人 正常這個時候 你不會打開心去說話 對方也沒有跟你偷心偷肺的時候 那你只不然就有個小場 這樣隔著 不代表之後 跟不到朋友 只是我覺得是 時間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都很忙 每個人為了生活 做事是很忙的 不可能每個禮拜約定 逢星期一見面 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 我覺得時間 是一個挺大的影響力 而吃飯當中 會聊聊心事的人 就是因為他們過了那個階段 或者是一開始見面的時候 就有一件事 是很夾來 有個共同興趣 或者是共同話題 共同圈子 這樣都會影響到的 這幾類朋友裡面 什麼常合式的最多 其實想起我的朋友 我讀書時期的那些同學 其實很少做了朋友 中學同學 基本上我好像是沒有 如果要計算的話 只有一個 不知道 我覺得隨著大家 年紀的增長 然後思想又變不同的時候 路是越走越遠的 目前我覺得 小學是一個 然後我來韓國之前 我在香港有一個 course 反而在那個 course裡面 我認識了幾個朋友 然後到現在都幾個朋友 他們就是升一個層次 他們就是80-100%那些 但是我們是不經常見面 已經無法見面 我在韓國 他們在香港 但是我們每次見面 我們都可以說很多東西出來 即是很私人 很私底下的東西 都會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很神奇 然後還有工作 工作場合 其實都會有 因為我始終做youtube 都做了五年 五年間都多多少少 有認識很多不同的creator 當然不是每一個都可以做到朋友 其實比較合得來的 就是會約出來吃飯 譬如 是我去台灣的時候 我只要去台灣約的話 就會有一群人可以 跟我出來吃飯 有什麼聊天 譬如是三元 Jomaine 劉巴 艾莉莎 她們 Junny 她們 其實如果你說可以吃到飯的youtuber朋友 真的有很多 即剛好youtube這個生態 就是很多都會扔著扔著扔著這樣去認識 如果這個再熟一點的話 就是 劉皮 劉巴 貓 她們又是不太常常見面 但是 會可以說很多心底話的那些 還有很多 我現在忽然想不起名字 但是creator其實是佔中間那些 都幾多 講開youtuber的朋友 其實我剛剛一開始做youtube的時候 那時候太年少了 那我就會覺得 嗯 我希望和全部的youtuber都可以做到朋友 即是有那種熱情 我們是一個大家庭 Family 很開心 很和諧相處 但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但這件事 算是我熱面貼別人的冷屁股 那時候就會覺得 為什麼他們不show我呢 但其實現在想起 其實是人之常情 你無緣無故一個陌生人 對你這麼熱情 那你都會害怕 但我那時候竟然就是做那個角色 貓的話 其實貓真的很奇怪 我跟牠一直都是網上聊天的 開始 但我們第一次見到日本 然後我是因為 Liu拍一個微電影 然後我就飛過去幫牠手 但我們那時候一見 就已經覺得好像 是很熟悉的朋友 我覺得這個 某程度上都 關原份的事 我跟牠是不太怎麼拉的 但每次人拉就是 說一些秘密 或者一些重要事 或者人生有什麼轉折 但都不是當下分享的 我們可能是 就是把幾件事group在一起 然後才會互相分 我和貓的相處方式 所以我覺得貓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神奇的人物 然後Liu Play 和Yoba的話 Yoba我會覺得 他是比較 因為他是爸爸輩 那時候 我去台灣的時候 都是未結婚的 甚至少有小朋友 所以他就有一個 大家長的角色 好像照顧我們 我和Yoba Yoba Yoba他們相處的時間多了 然後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感情又好了 所以 就會變成 現在狗不狗都會 每天打電話過來 問我 郭德俠不俠我 而劉沛就是 我覺得劉沛可能是 有一種 美國的性格 就是 所有人都很Welcome 很friendly 劉沛那時候 又跟我說 想認識一個朋友 他不會看那個人的背景 他純粹是覺得這個人 他想認識 他就會認識 我很喜歡他這個思想 而且我覺得他背景 又比較多元化 他會說廣東話 但他在美國大 但他現在在台灣住 然後我覺得我們的共同話題 有很多 然後他又是會 夠不夠打電話給我 那種 可不可以成為好朋友 其實除了看 你們本身合不合之外 都要看 雙方會不會 去主動做一些事情 去維繫大家的感情 他們可能不是 經常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可能不會特別覺得 他們原來是 當我 那麼好朋友 你會不會 最主動去維繫 這個關係的人 是啊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一個很內向 不太主動的人 其實呢 比較起上來 其實我永遠都是 比較慢的人 所以其實很多時間 都是他們主動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是 很感謝一些主動去做一些事情 來維持我們友誼 關係的人 其實我內心一直默默 感激這件事 而且我現在已經比以前主動了很多 以前的主動性可能是-100 但其實我現在已經是 加了100 去到0 別人做的起點可能是0 就是我們的起點不一樣 但我知道他們是明白的 在你認識的朋友之中 有一些人他們的思想 可能就會覺得 我本身很想和Mira是朋友 但是Mira也不找我 她會不會不喜歡我 那你會不會覺得 因為這樣就miss了一個 可以成為好朋友的人 這個也是緣分的問題 但是其實我見面的時候 有機會的話我會強調這件事 我會跟他們說 因為其實有很多事 你不說對方是不會知道的 其實我覺得 你家人朋友男女朋友的關係 全部都是這樣 沒有人在你肚子裡的蟲 我跟他們聊的過程中 順便帶起 其實我不是那麼主動的人 但我不是不喜歡這樣 有沒有在你認識的人當中 造成這樣的誤會 很多人以為我很cool 我一開始認識你 也有點覺得是 但是這個有時間的問題 你看到我什麼時候 你又覺得我原來是瘋的 大喇喇 大喇喇 但緣分要來 你就擋也擋不到 只是差在什麼時候 是整定你要跟這個人 成為一個朋友 就算你怎麼拒絕他 你也會跟他成為朋友 我覺得80-100%那些 其實是永恆的 基本上 我希望是 但是中間那些 吃飯那些 其實是 很可能是經常會變 我覺得是因為 每個人在不同的階段 都有大家追求的東西 所以可能 目標或者你喜歡的東西 你關心的話題就不一樣 都會導致那些人 其實是會很浮動 譬如剛才我不是說 我去台灣的時候 我不是有一堆朋友 我一叫他們 就會出來吃飯 聊天 但是因為 是我常去台灣 所以才可以 令這件事發生 其實我現在都好像 已經差不多一年沒有去台灣了 但是如果 我兩年 三年 四年 都沒有去的時候 其實這個友誼 會不會還在這裡呢 或者 跟他們這些人親密的程度 會不會一樣呢 其實我覺得 真的很難說 真的 因為最近我多了很多時間 留在韓國 其實可能有看過我 一些Vlog的觀眾們都知道 我經常都會說 我有一堆做生意的朋友 就是因為去年 剛巧我有一個 偶然的機會之下 就是 朋友搭朋友搭朋友 這樣 認識了他們 而剛巧他們 全部都是香港人 而因為今年 因為肺炎的關係 所以我們全部都 留在韓國 然後我們出不了 所以我們變多了很多時間見面 我自己覺得 我跟他們的關係 是 就是 再close了很多 這樣子的 原因是 因為肺炎 那如果一開始 根本沒有肺炎的時候 我跟他們的關係 是不是 都會好像現在那麼FRIEND呢 我經常都會在想這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其實 全部的東西都是緣分 嗯 對的時間 如想對的人 很扭臭 哈哈哈 但是 但是 其實是 原來是 哈哈哈 所以朋友 也是有這支 對的 是啊 SALAM NITA 朋友們 哈哈哈 真的 我在開拍之前 我都在Story上問 大家覺得自己朋友多不多 覺得朋友多是否一個好事 結果是甚麼 他們其實都不是那麼多朋友 其實朋友也都不需要太多 就是有幾個真心的朋友在身邊已經足夠 但是也有另外一部分的朋友都覺得 朋友多又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朋友可以保持一些比較良好的人物關係 從而令到你將來可能是對你的人生有不同的幫助 我自己的話我都會偏向我覺得多朋友是好事的 其實真的很現實 但是真的很多東西是會令到這個人物的關係 譬如是 你經常去某間餐廳幫忙 你做了他嘗試 他認得你 他可能會送雞蛋 送一杯飲料給你 雖然不是說貪他飲料 這些就是因為你認識個人 你有這些人物關係 而得到的好處 不知道 忽然間很現實 我覺得有人物 其實是可以令人在世上生活 變得容易很多 但是說到人物關係就是另一個話題 所以今天就在這裡結束 好 今天說朋友話題 所以故意穿了笑哈哈的水耳 下一條是說什麼主題好呢? 其實我也想再說一條關於朋友 如果大家有特別想我分享的話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大家記得留言告訴我嗎? 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